今天来推荐一款很好用的浏览器 英文不够好是不是 懒得看页面长篇大论是不是 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功能 Common的F切换到搜索功能 这时候输入的不是以往 其他浏览器你想查到的那些关键字和内容 而是用ChatGPT的方法来用它提出你的诉求 看看这样一篇长篇的关于川普的新闻 你有耐心读吗 在搜索功能当中输入 用中文总结一下这个网站 你看通篇的新闻 它就帮你总结完了 你还可以连续对它后续提问 那它也会跟你说 它是一个AI无法发表个人观点 但是可以帮你进行一个客观的分析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这里暂停细读一下 它说的这些真的不是随便一个翻译软件 就可以翻译出来总结的观点 甚至你可以要求它分析更多 我还额外问了它一些 对于后续事情发展的看法和判断 虽然知道它不会回答我 像我跟我朋友之间讨论时政一般 但是也足够我摘取出 近期关于川普的新闻事件的重要内容 并且他每次回答的内容会稍有不同 在我录这个视频之前 我让他总结了一下前天的新闻 并让他说说看法 他竟然说出了 川普可能会面临的刑期为四年 并且不太可能真的入狱这种言辞 我后续提问问 为什么不太可能入狱 他回答说 初次非暴力犯罪这种情况 并且从新闻里提取了专家的看法 说不太可能会被入狱 最近做视频的时候免不了要查很多的资料 用Arc浏览器真的对我非常有用 并且很有意思 以前搜资料的时候 都是我打开N个页面 查了之后阅读 自己脑内总结 现在有它 至少它能帮我把每个页面的精华内容 全部都总结给我听 真的少费很多脑细胞 人类啊 懒惰真的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人权 那我们还可以看到 浏览器的侧面栏的规划 也跟Chrome这些浏览器不一样 对比Chrome Tab一般性如果说我开到十多个 你就无法显示标题的内容 那对比我们看一下Arc浏览器 它上下可以滚动 每个标题摘要都很清晰 还可以建立文件夹来归类 真的是非常适合我们这种 关于一个内容可能会开到三十个 五十个Tab 同时需要总结的人 以往用Chrome的时候 我就需要单独打开两到三个Chrome的Window 来让这些标题可以显示出来 能够让我快速的在做视频的时候 又找到我之前的那些搜索资料的内容 现在有了Arc浏览器就不需要 全部都很清晰的在侧面 然后你也可以给它添加文件夹 在你有需要的时候把它拿出来 关于这个浏览器 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吧 让一个画廊要小说一点话 真的是很困难呢 想知道更多关于澳洲的小科普 请点击主页哟 但我这篇好像也不是关于澳洲的 是不是 下一篇可能会做一下 有些妈妈问我的 怎么用ChatGPT给学校回邮件这件事情 敬请期待啰